过去以往很多人都想要念一个硕博士学位 都会远度重洋到国外去留学 而其实台湾的高等教育呢 现在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发达 研究室里专注做实验 看起来跟台湾学生没两样的这位 其实他来自越南 离乡背景来台攻读生物医学博士班 就是看准台湾的科技实力 高等教育在台湾早就不再是外国月亮比较远 而外籍学生的能力也让台湾在地学生倍感压力 他的话就是比较专精于某个领域 那这方面来讲的话 在某些地方他是比我们台湾的学生好强 有压力 有压力 但也就是因为不同文化能够激荡出不同火花 教育部持续研拟规划来台外籍学生的倍增计划 从2002年开始就定一个目标 国际学生人数要从1283人成长10倍 到12830人 那么这几年已经看到很明确 达到很明确的成长目标 目前台湾的外籍学生人数最多的 依序是越南 马来西亚和印尼 但是不甘于维持现状 教育单位定下目标 要在12年之内帮助越南培育出800位博士人才 靠教育拼外交 也同时把台湾经验的知识种子散播到全世界 3D新闻 王岐格达德班 桃园报道 以上